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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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龍高鐵今日正式開通 梁州和廣州和深圳建立在2小時生活圈 早上在廣州探早茶 下午去梁州品嘗客家美食 便得觸手可及 重磅插畫 十問電動自行車管理 近年來由電雞引發的火觸十隻手指都數不完 有城中村和小區乾脆就一刀切 不讓電雞入 實行了一段時間之後 作用有多大呢 深圳一間學校的門口保安對家長大打出手 用叉桿打到家長頭破血流 今日當地教部門有通報了 學校亦都出面回應 究竟雙方因什麼事這麼大火氣呢 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 廣東在今天下午迎來了出行高峰 廣州出城方向有沒有出現大塞車呢 民生無小時 今日多關注 歡迎各位關注我們 今晚陪著大家有穩真真和移民腳 多謝大家馬上去片 備受觸目的梅隆高鐵 今日正式開通梅州和廣州深圳建立起兩小時生活圈 亦都為越東革命老區增添了一條往返越廣澳大灣區的快速通道 隨著梅隆高鐵的開通運營 俄國鐵路營業旅程 亦都突破了16萬公里 上午11點半 廣州東站和梅州西站 將會同步對開梅隆高鐵的首班車 運行列車系復興號的智能動車組 設計時速達到了350公里 預計在中午的大概1點半鐘 列車將會抵達梅州西站 隨著G8494設列車緩緩駛駛出廣州通站 隆隆高鐵梅隆段正式開通運營 梅隆高鐵是首條由廣東省全額投資建設的設計時速350公里 高鐵項目 鮮路全長大約94公里 設計速度每小時350公里 設梅州西、興陵南、五華及農村西四個車站 其中興陵南和五華是新建車站 剛剛出來工作的時候是98年、99年 是坐大巴 要坐差不多下午的六、七點鐘坐 要坐到晚上的三、四點鐘 要十幾個小時 以前開通的那輛高鐵我們都沒坐過 因為那輛行要兜好演 一直盼著這輛高鐵通了之後我們可以常飛家 充滿科技感的車廂 特配窗外的好風景 客家特產自然不少得 在今天這趟手班車上面我們還聞到陣陣的甘油飄香 列車也都很貼心 準備了一批梅隆高鐵開通的特別版鹿油 讓旅客可以在返鄉途中提前感受到濃濃的香情 不少在廣州打拼的客家人 今天尋到梅隆高鐵的頭淡湯 在旅途中 他們迫不及待感要為家鄉代言 中午的1點27分 列車準時抵達梅州西站 全程用時1小時57分鐘 相比之前的路線好時減半 梅州也進入到廣深2小時生活圈 隨著隆隆高鐵梅州西至農村西段的開通運營 中國鐵路營業里程突破16萬公里 其中高鐵超過4.6萬公里 開通首日共有15列列車開行 後續將日均開行到30列 以滿足日益增長的科運需求 廣東台記者李思琦報道 梅隆高鐵開通後 廣州到梅州的距離大大縮轉 早早在廣州探早茶 下午去到梅州食地道的客家美食 變得束手可及 今天先跟著記者品嘗一下五華的客家美食 由廣州出發途經學園 到達梅州的首站就是五華站 五華站位於梅州市五華園華城鎮 這裏有明朝始建的長樂學工 廣東五位武藏員之一的李威光古居 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思雄山塔 更有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200多年前 西漢南越王趙陀統領嶺南時候建造的 思雄山秦漢為止 五華魚生文明下矣 口感獨特美美 惠美無窮 是五華美食的特色標籤 雕水 雕水就是用 雕膠去熟溺白眼 熟溺白眼 用後就是風扇 風扇的也要去吃 吃人的就變均 作為地道的五華妹子 看到這些真的忍不住要流口水了 我們首先將魚生在蒜蓉醋中浸泡10到20秒左右 因為這樣既能提升魚生的口感 也能起到一定的殺菌作用 之後將魚生片放入花生油中過一遍 再加入自己喜好的配菜 像薄荷、薑絲、花生米等等一起食用 什麼口感 這個味道真的一口下去非常的飽滿 也有各種配料的那種在你口中感覺整個炸裂 嗯 很豐富和飽滿 除了魚生之外 五華羊豆腐是每位五華人的心頭外 羊豆腐是客家三大名菜之一 尤其以五華園華城鎮所產為最佳 主要的特色是燒、鹹、肥 五華人說離開這裡的水 做出來的就不是五華豆腐 這裡還有鮮亂彈牙的宏碑小炒 辣手軟裸的五華樣板 清香鮮甜的新橋腐竹 配上一碗堅脾胃、去寒汁的葡米飯 微來的感受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快樂 坐高鐵到五華看中超品與米 在這裡有獨一無二的足球文化 五華是中國內地現代足球的發源地 也是世界球王李慧堂的故鄉 擁有全國唯一的現級中超球隊 美洲客家隊 廣東台報導 從明天開始我們將會開啟三天的中秋假期 這個期間高速公路通行是不免費的 今晚就迎來了出行的最高峰 廣州出城方向有沒有出現大塞車呢 我們的記者黃明軒較早前去到了 廣佛高速30倍服務區 看看她發回來的報導 廣東省交通運輸廳亦預計全省 從今晚下午4點一直到今晚的12點 路上的車流亦會不斷增加 現在的時間來到今晚的7點半 我們所在的這個位置就是沙背服務區 我站在這個安全道這裡 我們鏡頭往前邊往西是可以見到 目前出行是比較集中 整體也是出現一個 稍稍是比較兩個小時之前 是出現了一個疏解的情況 但是往東入城的這個方向 目前可以看到車流量比較大 會有少許湧倒 剛才我們也是下雨的時候 行車變得更加緩慢 通過這個手機的導航可以見到 附近的這個廣佛高速 許廣高速都成一個紅色甚至是深紅色 亦都是表示目前的車流量比較大 交通亦都是比較湧倒 而且車流都是集中在這個珠三角的地區 隨著大家下班出城 車流量亦都是會逐漸往這個 越東越西的方向去分散 其中行車緩慢的路段 就包括了北環高速 機場高速 華南快速路 廣佛兆高速等等這些路段 或者是立交出入口等等 鹽陶的這些高速的服務區 在高峰的這個時間段 亦都會出現短時的車流密集 繼續是我們關注重磅策劃 十問電動自行車管理的報道 昨晚我們講了廣州的不少盲度 已經淪為了電雞的停車場 盲人出街困難重重 交通混亂怕被電雞撞 最多我出少點街 但是不出街亦都有可能禍重天國 因為近年來由電雞引發的火災 可以說多到大家都盲目了 去年廣州有一單燒死了五個 今年二月份南京更誇張燒死了15人 今天又有一單瀋陽燒死了4個人 原因都是同一個就是有人違規 將電雞推入小區室內衝電 南京大火之後 廣州在二、三月份的時候 曾經就大張旗鼓整頓過一輪的 但一陣風之後 目前情況如何呢 看看記者的調查 2023年5月廣州市海珠區 寶江西後環街的民房火災 五人離難 起因是電動自行車違規入室充電 今年二月 南京一個小區火災事故 導致15死44傷 初步分析是 住宅隔空層電動自行車停放處起火所致 據統計 去年全國一共接報電動自行車火災2.1萬起 環比上升17.4% 進入2024年火災高發態勢不減 正在7月份就有1,402起 而在擁有530萬部上排電動自行車的廣州 三頭不埋兩天的火災似乎已成為常態 近日 記者在廣州市海珠區南州花縣市區見到 車駛幾乎停門 有不少電單車被隨意停在空地或過渡 甚至在配電房的門前 這處駕空層雖然張貼了禁停通知 但仍然有多部車停放 目前來說它只有這個充電裝 只有這個地方 晚上如果回到來 的確沒有那麼多地方 小區物館表示 他們也知道聯庭在駕空層有風險 但他們只能勸導住戶 效果非常有限 那為何不能在小區內規劃這麼多集中停放點呢 在白雲區中環檳城花縣小區 之前廣州推行電單車禁停駕空層的措施 不少住戶並不支持 直到6月初 小區內的一場火災 才令大家轉變觀念 小區新設了九組集中充電停放區 以往駕空層大面積亂停的現象突然改觀 如果不在中間駕空層燃的話 這個後果就真的不堪設想了 而廣州市海珠區的錦碧花縣 從9月2日起實行指出不准措施 小區外人行通道也專門設置多個停車充電棚 但電單車在外圍集中停放 也使人行道變窄 尤其到了晚上 公交站人行道都被重重捨擋 這裡有巴士站 晚上這裡路都沒得行 那就是走出馬路 那你是不是行人和汽車和電動車搶到 電火災好過在裡面火災 現在問題是怎樣解決最好 大家都在想辦法 在另一個禁止電單車進入的小區 廣州市天河區天朗名居 物業經理坦然如果電動自行車繼續增多 現有的停車區無法承載 現在難題就是說 因為電動車這個發展 它是很迅速的 那你想想我們這裡小區有三車庫 現在是900台電動車 它有可能它會不斷的增加 那這個需求可能就是說在空間上 它可能就比較 廣州市物管協會負責人表示 廣州市物管協會負責人表示 希望今次立法能夠對小區管理電動自行車 有更加清晰的指引明確各方權責 我們也就是配合政府的相關的部門 比如說人大立法的調研 以及城管部門的綜合的執法 希望能夠多方一起協同 來把電動自行車的管理工作做好 廣東台報導 看完小區管理的現象 我們再去廣州的典型城中村看看 這裡可能就是電機停放充電管理的最難點 實際上記者走訪發現 像飛線充電、室內充電等等的情況 仍然是觸目驚心的 今年5月 廣州白雲區三元里村發生電動車火災 幸好是日頭 坡狗及時未造成人員傷亡 同定司同 三元里村索性實行禁行措施 嚴格管理電機進入村內 但是由三元里這樣管理魄力的城中村 廣州再沒有第二個 近日 記者廣州市天河區車碑街道 明豪一街、二街等地點發現 亂停車隨處可見 甚至多條握手樓之間的合窄通道 也被失入了不少車輛 雖然一些居民留下設置有充電端口 但仍然有部分住戶 從室內直接拉出線板 實行飛線充電 此外也有一些住戶 在電梯口或門廳等室內位置 停放電動自行車 在天河的甘冬花園 记者更加惊讶地发现 有6个位于居民楼1楼的室内场所 被直接当作电鸡停车库 小则几步 多则20几步 记者还发现 这些车库里面还有不少纸商账物 紧挨着电单车兑换 一旦起火 后果百坑赤上 随后 记者来到车碑街道西湖社区委会 以及车碑第11股份合作经济社 反映这些车库的安全隐患问题 按照居民所呼吁的 社区可不可以建设集中停放点 广东台报道 看暗房的情况 天河车碑这些地方发生火烛的风险就相当之大 所以我建议村市的工作人员学习消防法规 车位 当然是私人的 但你认识私人也好 你都要符合相关消防的条件 不是说你私人就任你没有的 而根据今次广州颁布的立法草案 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建设符合安全要求的电动自行车停车位 为公众提供有常的停车服务 无利不起早 有常的停车服务 或者会是一个点 或者会是一个解决的思路 昨天在深圳一间学校门口 学校的保安竟然是磁骞 对家长大打出手 搞到一名家长头破血流 相关视频也都是在网上人发热议 对此 今天东地教育部门在进行了通报 一起来看看 以上音乐发生在深圳市南山区前海港湾学校西门 时间是昨天下午3点50分左右 当时正值放学的时期 一名保安和一名家长发生了冲突 并用叉干击打家长 11期流血倒地 但是我有听到他们争吵 就是大概保安就是说 让他退出这个区域 说你的校门太静了 全程我听家长的声音并不是很高 不知道怎么就突然听到一声很响的声音 然后碰了一下 我们再围过来的时候 那家长已经倒地了 清楚跑过去之后 把我们的同事抱住 一个抱住之后 然后旁边有另外一个家长过来 拿住他的竿子 然后我们就把他带回保安室这边 情绪非常不好 很冲动的 随后校医迅速赶到 为受伤家长进行了应急处置 随后校医迅速赶到 为受伤家长进行了应急处置 之后想进入学校安全控制区 和当值保安员侯某某发生言语冲突 侯某某情绪失控 池叉干击打黄某某 知其头部首部受伤 目前家长黄某某伤情稳定 南山区教育局和学校相关负责人 已经导演汉忘慰问伤者 接下来学校也会和家长保持沟通 妥善处理好此事 通报中还表示 事件发生后 公安机关也迅速到场控制保安员侯某某 目前其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侵犯中 南山区教育局也回应 将积极配合司法机关 做好后续依法处置工作 并规范整顿校园安保队伍 在确保校园安全和秩序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高安保人员 文明执勤掃养 杜绝此类事件发生 广东台记者蒋宏叶 深圳报道 今天是第25个世界急救日 为了进一步强化公共交通的 应急救援能力 完善城市AED急救网络 广州公交AED首户计划正式启动 第一批100台AED在广州公交上班做事 看看 广州公交AED AED设备大概是一个背包大小 红白色的图装相当醒目 安装在公交车上显眼位置 紧急情况下市民可以免费取用 据患者4分钟内及时使用AED 可以将救活率提升至50%以上 公交的流动性大覆盖面广 AED上车有利于打造黄金4分钟流动急救站 目前100台的AED已经安装在184 582 204 273等线路的公交车上 市民可以通过车辆的头尾AED标识 清楚识别到车辆是不是具备了AED急救设备 目前安装有AED的车辆的驾驶员 已经完成培训并具备急救技能 此外公交AED首部计划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 市民可以查询公交AED车辆位置 同时广大爱心企业和市民还可以通过该小程序进行公益捐款 广东台记者南芬报道 我觉得除了公交车司机要学会使用AED之外 我觉得好像我们日常的乘客或者群众 也学习如何正确使用AED 到时候也可以和司机互相配合 帕金信病是老人病 平均发病的年龄是60岁左右 但是广州有医院收治了一名年仅是39岁的帕金信病患者 他就手腾脚震 就连最基本的运动都做不到 所以有一个问题很奇怪了 为什么这么年轻39岁就会有帕金信呢 一起来看看 帕金信病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 广州市民A正才39岁就被确诊了帕金信 起初他只是左手手震 后来蔓延到四肢都有类似的情况 并且肢体僵硬行动辞换 有时候手度脚度就控制不了 A正患病五年来 一直在医生的指导下吃药治疗 但效果并不理想 他体重从150多斤下降到120斤 也不想社交 结合白症的相关病史 神经科医生认为 A正可以考虑采用精准的DBS手术治疗 即是在大脑申部神经核团植入电极 通过电流对目标区域进行刺激 将而挑战脑内一些引起帕金心病症状的神经底质 这个也是目前精度要求最高的脑外科手术之一 近期A正的手术实施成功 他手脚僵硬的状态已经消失 目前含动致雨 电极的维护只需要好像平时我们的手机这样充电 一般情况下可以使用20年 电极的话它会通过一个导线 与一个脉冲发生器相连 脉冲发生器我们可以进行编程 可以对它的刺激的电压脉宽等一系列的参数进行调节 脉冲发生器编好程序之后 它会规律的给电极一定的刺激 证明患者恢复非常理想 他的症状得到完全的一个缓解 医生表示 柏金新病的中青年患者情上升趋势 一般与遺传因素或环境因素有关 具体原因尚未明确 广东台记者陈宇明报道 台风摩杰对站江徐民的景点带来了较为严重的影响 就到中秋假期了 徐民民旅也在积极进行复工复产 记者今天到波罗的海 看到这个被誉为广东十街最美农田的地方 现在恢复成如何 距离台风摩杰过境已经一个几星期 位于湛江市徐民远曲界镇的波罗的海 依然能够见到被台风肆虐的痕迹 当地已经积极组织人手 对道路和公共场所进行了修善 很多商户已经恢复营业 郑女士一早搭好摊位 一边迎接过往的游客 一边将自己种的鳳梨打包准备发火 不少游客特意前来购买鳳梨 当着也都是热情感 把手上的鳳梨鳳梨肝拿给游客品尝 来这边玩的 从广州有朋友吃很甜很甜很甜 现在再买一些买回去送朋友 那除了从地理新鲜采摘完的凤梨之外呢 这些摊主的车上还多了很多跟凤梨有关的一些食物 比如说像罐头凤梨肝等等 那马上就是中秋节了 我还看到了很多跟月饼有关的一些食物 比如说像菠萝月饼凤梨月饼 大女士是徐民本地人 销售鳳梨也都有七八年的时间 她说好在自己家中的鳳梨 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价格也都是维持在六万一斤 广东台记者叶子暂光徐民报导 近日在广州白云新城里的公园 以及白云湖大到完善 新增加了一批很特别的长得 她们不单只可以供市民游客坐下休息 还内藏原机配有多功能智能设备 有多厉害呢 一起看一下 白色图装架长椅 中间用条状架木条装饰做休息区 椅架两端各有一块黑色面板 从远处望过去就好像一部时尚的电光琴 走过去一看 黑色面板原来是太阳能板 并且安装手机无线充电板 墙椅下方设计成楼空形状 因为它还具备紫外线灭蚊功能 墙效灭蚊可达六小时 最近这些智能椅被安装在 广州白云新城多个公园内 有多种不同的款式 我身边的这张公园的休息椅子 其实它是耐油乾坤的 我们看一下这张椅子的表面 它是由一张长为1.4米 去托为40公分的太阳能充电板 而组成的 在座椅的两头都分别有一个手机 无线的一个充电板 如果这部手机是没有这个无线充电功能的话 其实它是在这个座椅的下方 还设置了四个USB的充电口 这批座椅装备了高效的太阳能光伏板 可以承受2-3名成年人的重量 就算在光照不足的天气下 也能通过内置的智能控制系统储存能量 确保全天候24小时的电力供应 一般来说它可以充满大概4-6部手机的电量 目前白云区一共有16张充电仪投入使用 广东台记者雍汐阳报导 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下河园的向日花海 更多资讯请留意组电新闻APP 明晚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